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来自净土的反应 为描述声不思应 诸佛说发生不息 留不释放喧鸟里 来自净土的繁衣 胜过凡尘万种堤 不如来自北大园里 迷路之鬼是真理 做过净土的繁衣 懂得书生说不尽 违约众生早觉醒 书生无上妙不停 违约众生早觉醒 书生无上妙不停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讲第七章 善根发向 只要按照前面的方法来修止观 那修一阵子呢 就会有善根发动的现象产生 我们称为善根发向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那就是因为羞耻观 当你的身心安定下来之后 我们无量节以来 树式所含藏在低巴式的善根 种子都会爆发出来 所以就产生这种种善根发向的现象 所以对于这些现象呢 我们最好是能够分辨清楚 才不会误入邪道 或者是退失道心 因为我们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它的原因出在哪里 就不会害怕或者是担忧 以为自己出什么状况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要解释清楚 那一般来说呢 有两种不同的善根发向 就称为外善根发向 还有内善根发向 那为什么称为外善根发向 这个外的意思 就是它是属于外在事象的意思 就是说所发的善根 属于外在事象上面的 譬如说你在修习止观的时候呢 突然有很大的转变 譬如说本来你很吝啬小气的 突然变得很大方 本来舍不得送人的东西 现在都可以主动给 以前是开口要一直要一直要 他都舍不得给 不给就是不给 现在主动送上门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修止观 让他过去身所修过 布施的善根怎么样爆发出来 所以他突然好喜欢布施 突然就可以舍放下 这是一种 布施的善根发向 那也有时候是持戒 本来是持戒持得懒懒散散的 也不会很欢喜受戒 或者是持戒 可是修止观之后 突然对持戒认真起来了 觉得持戒也不难 那我应该好好持戒 这就是你过去是 因为持戒的善根 那现在修止观爆发出来 所以就在持戒方面 有一些就是有很大的转变 那又譬如 小孩子不听话 从来不听父母的话 老是惹父母伤心难过 可是因为他修止观 突然变得是一个 听话的乖小孩 父母讲什么就是 也不会像以前会回嘴 然后为自己辩护 然后说了很多理由 为什么做不到啊 现在都不会 很乖很听话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过去 那个孝顺父母的善根 现在由于修止观 这个善根爆发出来 所以他就变得很孝顺父母 以前会忤逆的 现在都不会忤逆了 那有时候是 那个对那个比较傲慢的 不管他是表面傲慢 还是他的骨子里面很傲慢 因为有的是看不出来 他是傲慢在骨子里 表面看不出来 那不管是哪一种傲慢 就是所有的长辈也没有放在眼里 今天学佛修行 所有的上师也没有放在眼里 还是全世界他最大 他最厉害就对了 全部师长都没有放在眼里 上师或者是长辈 都没有放在眼里 可是因为修止观 奇怪了 突然变得恭敬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过去是曾经 恭敬师长的善根爆发出来了 所以他的态度上也有一些转变 像这一些只是举例子 反正是好的 好的方面的一些很大的转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都是因为过去是曾经兴许 只是说这一世暂时被蒙蔽 你过去的那些善根 曾经修过的善根 也许是因为业障 或者是因为烦恼太重 习气 让他那些善根 虽然过去熏到第八世 但是他没有办法发展出来 那现在因为修止观 你的身心凝定之后 那第八世的这些善根的种子 就有机会爆发出来 所以你就会因为开始修习止观 而有很大的转变 这些都是因为过去是所熏悉的这些善根 爆发出来的缘故 这些是属于外在事项方面的 我们就称为外善根发象 那另外什么叫做内善根发象呢 它是属于内在修习禅定的善根 我们就称为内善根发象 这就是跟你过去是修习的法门有关系 你过去是曾经修习过什么法门 那这一世就会有关法门的现象爆发出来 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德未到地定的时候 所爆发出来的 因为郑政入出产之后 我们过去讲过四产八丁 从德玉界定 从出注细注 然后一直到入玉界定 然后入未到地定 然后出产二乘三乘四产 还有空屋边处十五边处 无所有处非详非详处 这个所有的内容 详细内容 我们曾经介绍过 不过为了没有遗憾 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 还会重复再讲一次 就是六庙门跟十六特圣 因为在十六特圣里面 就是很详细的介绍 四产八丁 是怎么样挣的 还有 它的那个 嗯 就是很固定的 譬如说出产 它是五支 寻世喜乐一新 这五支相应的就是正道出产 所以你修禅定 怎么知道自己现在是入了什么产呢 你已经正道几禅 你是不是很清楚呢 那就要先知道这些禅定的内容 那了解了之后 你才能够很安稳的 很快速的 在禅定上面有所进步 也不会糊里糊涂的 休了半天 然后不晓得自己得的是 镇定还是协定 所以我们会在下一次上课 再详细的说明 因为那个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们下次要 要花四个晚上 详细把它说清楚 所以现在在这边就不可能说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 现在所谓的内善跟法相 都是在未到地定的时候 你没有得未到地定 不会发 再入未到地定 从预界定入未到地定 还没有正的出产之前 这个时候很多状况 很多状况 还有所发生的这个善跟法相 都跟你宿世所修习的法门有关 不同的法门 它出现不同的现象 那现在既然是讲天台直观 天台直观最主要入门的就是五庭星观 我们昨天介绍过五庭星观 所以他这边现在举的例子就是 以五庭星观的内善跟法相来说明 那如果你修的是别的法门 它就是不同的善跟法相 那你就可以请教 教导你 那个法门 看你现在是修什么法门 你有什么善跟法相的情况 你可以向你的商师或者是老师报告 师傅报告 让他鉴定你这个是不是真正的 禅定法相 还是是协定 那个协会得的是 不是镇定就是 就是协定 那开发的不是真正见空型的智慧 就叫做协会 不是真正由定而开发的神通 我们叫做协通 可能是灵通 可能是鬼通 可能是暴通 就不是真正的神通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把它弄清楚 那可以请教你的上师 修起这个法门 那我现在有这些善跟是不是 有这些善跟法相的情况 是不是 是不是正确的 是正的还是斜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境界 要弄清楚 那现在他这边就举了 五庭行官 会有什么样的善跟法相的情况发生呢 譬如说你过去是修属席 像六庙门 第一个就是属席 第二个是水席嘛 然后才直观环境 这一共六个 所以你过去是 如果是修属席的话 那你就会在 未到地定的时候有八处产生 八处 八处就是因为你四大 地水火风四大 在调整 所以他会有八处 就是八种深处 深的感触 产生 大概说就是有 重色 这个是属于地大 冷华那是属于水大 那个暖 氧 这是属于火大 轻冻 这是属于风大 详细情况 我们还是所谓的八处 下一次讲六庙门的时候 会详细解释 就是会有这些 所谓八处的产生 它是在你修属席这个法门 很明显的 就会有这样的善根发向出来 那一般这个八处产生了之后就能够真正的入出产 所以入出产之后就没有这个八处了 所以它一般是在未到地定所发出来的 那修属其他的法门就比较没有这么明显的八处产生 所以我们知道有八处产生的时候就知道是过去是 曾经修习过属席这个法门 那现在呢 这个善根被开发出来 所以有八处的产生 那一般这个八处产生之后呢 你就心非常非常的宁静 妄念几乎没有什么妄念 然后呢身心感到清安喜乐 这个就是要入出产的一些 因为出产也是有清安喜乐嘛 就是类似要入出产的那些现象产生 我们就知道它是属席的善根发向 那如果是过去修水席 十六特圣它是六庙门里面水席的部分 详细的说明四禅八定的内容 所以如果过去是修过学习这个法门 你就会在得味道地定的时候呢 这样做做做突然觉得没有呼吸了 全身的毛孔呼吸 全身的毛孔在呼吸 口鼻这个呼吸几乎微弱到没有感觉 那它转成毛孔呼吸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突然看到你的内脏 看到那个咚咚咚咚 心脏在跳 看到你的肝脏 你的胃里面还有很多食物在消化 看到你的肾脏 有很多尿液在里面 还没有排出来 所以你会不是用这个眼睛看 是用你的心眼 就是那个影像会出来 突然把你的身体 那个结构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 那当你这种现象产生之后呢 就身心非常非常的安定喜乐 因为这些都是要入出产之前 会发生的情况 那有这些善根发相之后 你就跟以前不一样 妄念会变得非常少 然后身心 已经长时间都是处在那个喜乐的状态 清安的状态 那个就是很接近出产了 所以一般是内善根发相之后 入定特别快 譬如说你这一座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 你下座之后 你就会觉得身心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以前会发脾气的 现在都不会了 所以在禅定当中 有这些现象产生之后 它就会对你的身心有一个很大 或者是个性啊 或者是气气都有一个很大的 趋向善的那个力量 尤其呢 以后要入定就很快 因为你有这个觉受之后 你下次再上座呢 很快就进入状况 不像之前 那个身体也没有办法调好 老是坐起来不舒服 那都在那边熬腿 或者是全身酸脏麻痛 现在不会 你一坐下去就 就不想下座 然后心呢 又没有什么念头 所以很容易进入状况 所以这些内善根发向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只要能够帮助你 得定的 那个都是好的 也有不好的 等下我们讲 那个善根发向之后 如果伴随着一些不好的现象 那个就是错的 不是真正的禅定发向 所以我们一定也要同时弄清楚 只要是有善根发之后 善根发向之后 你的身心变得非常的宁静 喜悦光明清静 这些就是都是好的 然后你那些善心 不断不断被开发出来 这个就是好的 好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如果说过去是 你修的是不静观的话 你就会在味道地定当中 看到种种不静的现象 也许你在修订的时候 诶 尸体就浮现在你的眼前 那也许是尸体腐烂的那个状况 从死亡腐烂 一直到化成一堆白骨 它那个过程 也许是 溶烂像 也许是清淤像 就是说你过去如果有修过九响观 这个我们以前也练习过 九响观就是 观想死亡之后的一个过程 死亡之后它就先膨胀起来 然后开始怎么样 萎缩 然后开始溃烂 然后开始溃烂 皮肉那个就是裂开 那个 裂开之后我们的内脏就流出来 然后慢慢那个颜色也由五颜六色慢慢转成很暗的颜色 然后呢 流出来的那些内脏也是非常的臭灰不堪 那腐烂到一段时间之后就生虫 因为空隙中有很多那个 那个 蛆的那个 那个卵 所以它在腐烂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就开始长蛆 那个蛆就开始在这个尸体 腐烂的肉里面 钻进来钻出去 可能从你的鼻孔钻进去 然后眼睛钻出来 然后耳朵钻进去 嘴巴钻出来 全身怎么样 吃那个腐烂的肉 然后钻进钻出 全身都是蛆 所以你可能会吓一跳 突然那个全身都是蛆的那个 尸体浮现在你的面前 那是因为你过去修过九响观 因为九响观有一个就是 那个蛋响 就是虫蛋响 蛋就是吃的意思 就是那个虫在吃你的腐烂的肉 虫蛋响 有这个观想 所以你过去修过 现在它就会浮现 这个虫就是蛆在吃你腐烂的肉 然后啃啃啃把这些腐烂的肉都吃完 就生下一堆排骨 白骨 就生下一副白骨而已 那在继续的那个筋 骨头 骨头跟骨头之间连接的是筋 它慢慢腐烂之后 筋就断掉 所以你每一节的白骨就散落一地 全部肢解开来 所以 你如果打坐的时候 突然一堆白骨在你的面前 那个就是过去你有修过这个法门 好 这个就是九响观的善根法相 那也可能在味道地定当中 你会看到自己什么充满不敬 因为我们不敬观也修过 也上过课 也大家一起共修过 发毛抓齿皮 就是我们身体实际上是 三十二个不敬物的聚合体 这样而已 所以任何一个我们曾经观想过的 那个不敬物 会在你的定中就献出来 这也是三根法相的一种 那表示说你过去修过不敬观 不管是看到自己是充满不敬 或者是看到别人身体充满不敬 或者是外在的三合大地 整个都是充满不敬的 就是因为不敬观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修法 所以它限的就是你过去身所 修过的那个不敬观的部分 那现在它会显现出来 这个都是跟不敬观有相关的 善根法相 那我们知道不敬观它是对之贪欲的 所以光 就是等到这些 有关不敬观的善根法相之后 你就会对自己的贪也好 对他人的贪也好 或者是对外在的一切贪也好 这个时候突然怎么样 变得非常的轻微 本来贪欲很重的 因为你善根法相之后 贪欲变得很轻很薄 所以这个善根法相 就能够帮助你调伏那个贪欲 所以在这些不敬相的善根法相之后 如果你的贪欲被调伏得很好 那表示你是真正的禅丁法相 而没有那个邪微相 不是错的 也不是偏邪的 那如果过去生修过慈心观的话 那你就会在味道地定当中 突然发起什么 爱护众生的心 慈爱众生的心 那是因为你过去生修过慈心观 所以现在在定中 那个慈念众生的心 就会被开发出来 就是你的内心充满了慈心 我们之前是偶尔发一下慈心 但是你没有那种 整个心都被 慈心充满的那个感觉 没有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会有了 所以等到你下座之后 你也是一样充满了慈爱的心 那对众生也都是 你的神情都是柔和慈善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慈心善根法相 如果过去生是修因缘观的 那你就会在味道地定当中 突然悟到无常的道理 你明白那个十二因缘 五明原形巡猿 四元明色六路 这整个 你知道它是 因为我们知道 它就等于是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 体会 它只是因缘 缓缓相扣的 一个轮回的锁链而已 它都是因缘生法 在这个中间呢 找不到 真实的我 你会体悟到这个道理 因为 以为有我就是无明 那就是十二因缘 第一个无明 无明原形形原始 那你明白 这三世 它只是缓缓相扣 它都是因缘生命 生命的一个相续的 什么 轮回现象而已 找不到一个我的存在 你会体悟到这个道理 这就是因为你过去生修过十二因缘观 如果过去修过念佛 念佛观的话 那你在这个定 定境当中呢 你就会忽然意念起佛的功德 向好 不管是十例 还是四五位 什么十八不共 种种的三昧 像手刃眼钉 还是什么 种种的三昧 还有佛的神通变化 佛能够无碍说法 利益众生 就会突然意念起佛的功德 不可思议 那在出禅定之后呢 你也会觉得 什么 好像自己也充满了 那个佛的功德的那种感受 这就是念佛善根发下 好 如果 有上面这种种的三根发象的情况 发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是正的 还是邪的 那哪些现象是 假的 是邪的呢 就是 在发生了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善根发象的同时 如果有伴随着 我们刚才说 尤其是内善根发象 我们是在做中 对不对 你入味道地定那个时候嘛 可是你会看到 有些人坐一坐 他就开始动了 有没有 坐在那边动了 各种知识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打拳的打拳 接手印的接手印 这个就是邪尾向 这个不是真正的禅定法 或者是 坐着坐着 感觉身体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好像 被很重的东西压住 这个也是 错的 或者是你感觉你的身体很轻 轻轻 好像感觉要飘起来了 做一做觉得 自己好像浮起来了 这个也是 不是假的 斜的 不是真正的禅定 或者是觉得说 全身突然好像被绑起来 不能动 这个也是错的 或者突然感觉好累 好累 好累 全身无力 这个也是错的 或者突然感觉好冷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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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好热 好热 好热 因为这个好冷好热 不是我们平常说 天气很热 那个热不一样 可能是感觉好像在火上面烤 或什么 就是它热得很不寻常 或者是冷得很不寻常 或者是 做着做着好像突然头脑不清楚 没有办法判断 没有办法做主的那个感觉 突然好像被什么东西蒙起来了 被什么东西蒙蔽 突然脑筋不清楚 这个也是要注意 或者是 突然起了很坏很坏很坏的念头 或者是很邪恶的念头 或者是突然想起了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或者是 看到很怪异的现象 或者心情突然变得很激动 想要大笑 或者是大哭 或者突然变得很悲伤 在那边 落泪 或者突然变得很调动不安 就是做不下去了 就是非常的烦躁这样子 或者是突然 寒毛 都树立起来 全身 就是所谓的毛骨悚然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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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毛都站起来了 或者是突然 看他一个人在那边笑 不知道在笑什么 像有些人也是 他修一段时间 打坐一段时间 他就逢人 就嘿嘿嘿嘿 撒笑 那不知道的人以为说 他得了什么 他得了那个禅定 因为禅定就是 会有喜乐 就會以为他修得不错 因为他每天就 嘿嘿嘿好像 也不会发脾气 就是对着你撒笑这样子 他也是一种错误的现象 不是这样子 真正的喜乐是 你看起来很宁静安详 他内心充满了喜乐 不是那个情绪失控 因为那种情况是 没有办法 情绪失控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他突然想笑 想哭 或突然觉得很悲伤 那个都是失控 情绪失控 那就没有定力啊 一个有定力的人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 然后是不能够自己控制的 那个突然爆发的情绪 然后又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那个就知道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稍微举例 举一些例子 当然还有很多状况 因为每个人 他含藏在巴士的种子不一样 所以等他爆发出来 那真的是千奇百怪都有 只是我们要弄清楚 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一定要弄清楚 不然会以为自己 就是刚才讲的 以为自己得定 然后以为自己有 那个开发智慧 或者是 以为自己有了神通 所以是正定还是邪定 它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只有正定 才能够开发正会 协定开发的是协会 什么是协会呢 我们也会常常看到 那个平常不太会说话的 他突然会作诗 懂吗 突然抓着你可以讲两个小时 他那个画夹子一打开 关不住的 然后我们听起来 他那个 他的内容是跳动的 你知道吗 就是 他的思路不是很清晰的 然后 有些话题会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那就知道 他那个已经 脑袋瓜子 已经不太正常 可是他有时候又 好像讲的是佛法 好像讲的很有道理 像有一些基统 有没有 上身之后他就会做诗句 那看起来好像都是 劝人为善的 你说他是佛法善法 也没有错啊 可是那个不是真正由禅定 所开发的智慧 那个是协会 因为他 如果得了相似的协定的话 那他所开发的智慧 一定不是真正的智慧 虽然他很会讲 听起来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可是那个不是真正的智慧 或者突然 他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会以为他有神通啊 什么大小事情都要请问他 可是他可能不是 自己开发的神通嘛 对不对 可能有灵鬼附身啊 帮忙他 耳报啊 告诉他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他可能是灵通 可能是鬼通 也不是真的神通 所以我们要弄清楚 是不是真正的禅定法相 如果一旦有一些 什么协定啊 协会啊 协通啊 产生的话 产生的话 我们不知道 修行人不知道 分辨他的真假 正还是邪 又拙在这个境界上 以为自己修得很好 那就惨了 他可能自己以为 有一些禅定的那个修定的那个境界 然后又去什么 帮助别人 因为他胃不先知嘛 所以他也可以帮别人 你看有些人 有灵通的他还可以帮你治病 帮你开药方 所以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药方 他就扮演那个自己修得很好 然后又可以利益众生的事 看起来他好像在行善 我们看民间信仰 就有很多这一类的 他其实是在帮鬼神办事情这样而已 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可是一般人弄不清楚 只要灵就好了 只要灵验 我就一定有事去找他 可是修行人如果不能够分辨 又拙在这个境界上的话 那就是作为鬼神的眷属 死后到哪里去 就到鬼神道去啊 因为你活着就是他的眷属 你死了以后还是他的眷属啊 如果还有恶业没有报 就直接下地狱去了 所以不要说得定 然后开发空心的智慧 什么解脱轮回 断烦恼 了生死 都不可能的 因为他将来要去的地方 就没有什么好 不是什么好地方 就是入鬼神道 或者地狱道 这样而已嘛 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弄清楚 对于一切境界的产生 我们都不要贪着在上面 只要不贪着 任何境界现前一概不理 我们昨天讲的 这就是修止 关破他就是修关 怎么关破 心不可得嘛 所以有一切心 所生的一切法 也是不可得的 现在不管什么境界 看起来是多么好的境界 他也是不可得的 你就不会灼在那个境界上 你就不会出状况 不然那个严重一点的就是 心狂乱嘛 就是 或者是 精神病啊 或者是 严重一点 我们看那个中邪 严重一点到最后就死了嘛 就死亡 没救了 那个中邪 或者是那个 着魔的 很多就到最后就是 就是 丧命 所以 我们可以用修止 还有修关的方法 只要你不贪着那个境界 关破 知道它都是我们心事所变现的 那一切的境界 我们昨天讲过嘛 都是你自心所变现的境界 不是外在给你的 都没有离开自己 心意识的显现 因为我们过去也可能有 熏悉过一些 那个不好的 种子 习气或者是烦恼 在我们的地霸市 所以它现在爆发出来了 所以也没有离开我们 自心的作用 所以有一些它是业力的显现 明白它自心之空的就可以了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禅定相呢 如果在 打坐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 扇根发向是 内扇根发向是 在坐中产生的 所以 在坐中扇根发向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 身心非常安定 这个就对了 然后 感觉非常空灵 但是这个空灵呢 不会让你 以为是自己震到空了 如果弄不清楚 以为自己震到空 没有啊 不是 不是震到空的境界 还有呢 在定中是 光明 清静的 这个光明不是说 你见到种种光又错了 那个是定心过明 我们以前讲过 定心过明 你就会看到各种光 看到太阳 看到月亮 那个是定心过明 也不对 现在讲的光明 不是看到各种的光 那一般这个光 我们会分成 命光还是性光 命光就是说 有关于 你的身体的气脉 有关于 你这个肉身上的 那个我们称为 命光 有关于这个色身的 那个性光的话 就表示是你心性 自性的光明 所以你这时候的光明 可能是你身体 气脉 所发的光明 也可能是 你心性 所发的光明 自性的光明 那就还要再看 是哪一种光明 不过这时候的光明 是真正的禅定发向 不是见到种种的光 因为这种光明 能够开发你内在的智慧 所以它才是真正的禅定发向 那见到种种的那个 那个光的颜色也好 或者是看到星星啊 太阳啊 月亮啊 那个会让你 灼在那个境界上 所以那个是不好的 不会开 没有办法开发你内在的智慧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情况 还有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因为 内心喜悦 但是这个喜悦 不是过度的兴奋 因为过度的亢奋 它反而会扰乱我们的定心 没有办法得定 所以这时候讲的内心喜悦 是 一种发自内在的 还有快乐也是 发自内在的快乐 在经书上都是 这样形容说 举声微笑 举声就是全身都在微笑 全身怎么微笑 那你得了禅定 那你得了禅定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举声微笑 全身细胞都在笑 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而不是外在的 那个五欲之乐的快乐 不一样 这是内在发出来的喜乐 它是不会让人家 那个丹佐 像我们五欲之乐 会让我们生起那个贪爱的心 还有呢 好像是突然智慧开了 突然在定中 明白了很多佛法的道理 你过去听闻的思维的 诶 现在 全部都 怎么样 从你的巴士田里面爆发出来 所以有很多 你过去背的那些 经里面的祭送啊 你现在突然能够体会得非常非常地深刻 还有呢 就是 善心被开发 那信心恭敬心 不断不断在增长 就说 你的信心也会增加 以前因为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禅定的经验 你会不太有信心 怀疑自己我可以吗 或者怀疑这个法门 或者是怀疑这个 教导我们这个法门的老师 就会信心不够 可是现在 你的信心突然增加了很多 那是因为你的遗根被 被调伏了 我们说定可以服烦恼 你会发觉 信心大增 这就表示我们的遗根被调伏了 那恭敬心增长 那表示我们的焦慢被调伏了 这个都是好的嘛 还有呢 也有那个智慧分辨很多事情 以前会卡在那边 不晓得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就是没有那个分辨的智慧 现在很清楚啊 也不用伤脑筋 然后去想破头说 应该要怎么办比较好 没有 现在都不用伤脑筋 也不用动脑筋 事情来你很自然 就知道要怎么办 就知道要怎么办 而且不会判断错误 而且身心柔软 还有呢 对世间 会生起厌患的心 就是那个出离世间的心 这个时候会很自然就发起 所以你就会看起来好像 看破红尘啦 以前很执着的一些事情 现在好像可以看破放下了 那就说明你的出离心 慢慢的发出来了 也没有很强烈的欲望 你会开始看淡一些 什么明文立扬恭敬啊 什么的 会淡薄名利啊之类的 举一些例子 因为还有很多 我可以讲 两个晚上都讲不完 就是 只要他是好的 能够帮助我们的界定会的 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持戒的更好 因为 因为你得定了 身心安静了 你就不容易破戒 然后你头脑清楚 你也不会破戒 因为破戒就是在那个 什么 放逸 思念不正知的时候 可是你的头脑非常清楚的时候 是不容易破戒的 所以你要持戒清静 这个时候也很容易就做到 然后也很容易入定 因为我们讲的这些 就很类似出禅的十种功德嘛 还记得吗 入出禅有十种功德 就很类似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内容 就是正出禅的那些功德 它一共有十种 那真正得定当然就很容易开发智慧 解脱的智慧也很容易生起 这个才是真正的禅定法相 那这样对外三根法相跟内三根法相 应该有很清楚的认识了 我们就不会弄错 把真的当邪的 把邪的当真的 把假的当真的 把真的当假的 那我们现在讲第八章 绝魔 绝魔就是绝之魔式 这个初学的就是 放一百个星 一万个星 因为魔看不上你的 因为你功夫太差 所以那个初学的 不用担心会走火入魔 因为 魔这个时候不会来 魔什么时候来呢 就是你功夫好的时候 它才来 所以当我们修止观功夫越来越好的时候 诶 我们都要注意了 因为魔会担心嘛 担心什么呢 你本来是欲戒 因为魔就是欲戒的什么 管理欲戒的大魔王 那你本来就是他的眷属 因为我们是欲戒终生嘛 那你现在借着修止观 又是又是修止修观 又是正观 正观可以什么 可以了生死初三界 跳出轮回 那魔王不得了了 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他的魔眷属就要少你一个 所以他在这时候很紧张 尤其是你快要 快要成就的那个时候 他眼看着马上就要少一个眷属 而且是这么好的眷属 要赶快来 找你的麻烦 所以你的魔考就来了 所以这个绝师模式也是蛮重要的 尤其对那个 功夫好的快要成就的修行人来说 要特别特别注意 不要受到他的干扰 好 那我们先给魔一个定力 定义 什么叫做魔呢 魔 就是杀的意思 杀 杀什么呢 他专门杀修行人的功德法财 专门杀修行人的法身会命 这个就叫做魔 反正破坏我们的功德法财的 破坏我们法身会命的 那个就是魔 所以他是很广义很广义的魔 魔的定义 只要是障碍我们成就的 那个都是魔 专门破坏 专门破坏 终生善根 让他不能够成就功德智慧 不能够入涅槃 然后 让他最好是永远流转生死的 永远是他的眷属的这个 叫做魔 所以广义来说魔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个内容非常非常的广 那我们现在要特别讲三种魔 鬼 神 还有魔 三种 其实鬼呢 是在广义的魔的里面的一种 所以要 要真的把它分清楚的话 其实鬼 神 是魔 魔的范围很大 它是魔其中的一类 或者好几类 所以鬼神它是属于魔类的 可是我们现在要把它分开来讲 介绍两种鬼 还有一种魔 好 那这三种呢 我们要介绍的第一种叫做 金魅鬼 它也叫做石魅鬼 因为它是属于十二十兽 我们一天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 知道吗 指头以毛 人之五位 身有虚害 十二个时辰 那每一个时辰都有它代表的那个动物 就跟我们十二生肖的算法一样 很容易 第一个是什么 老鼠嘛 老鼠是 是指嘛 指头以毛 身是五位 身有虚害 那指时是几点到几点 半夜的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对不对 这个是指时 那第一个是老鼠 第二个是牛嘛 所以丑时就是牛 这样子算 所以十二个时辰 就是跟我们十二个生肖是相对应的 所以这十二十兽 十二十成 所代表的这个畜生道呢 它就会在这个时辰来干扰修行人 譬如说 你是指时打坐 半夜十一点到一点之间打坐 嗯 这时候出现的是什么 老鼠精在做怪 所以看你在打坐是什么时辰 那就是什么动物 懂吗 那怎么办呢 如果他来干扰你 他是怎么来干扰你 因为他有很多方法的 他可能会变化 如果你喜欢看帅哥 他就变化出帅哥 喜欢美女 就变化出美女 你怀念你的什么长辈 他就发现老年人 懂吗 老婆婆老公公都出现了 那也可能 你害怕狮子老虎 他就献狮子老虎 那个来吓你 都有可能 所以他可以画那个很可爱的形象 也可以 画那个很恐怖的形象 然后来吓你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看现在是几点钟 然后就开始 开始什么 开始开骂 开始苛责他 开始苛责他 因为 这个十二十寿呢 这个精魅鬼 最害怕人家试破他 懂吗 你现在就直接 直接说 我就知道你是老鼠精在作怪 哈哈哈哈哈哈 我才不怕你 他就吓得赶快跑 因为他已经被试破 被你试破了 你知道吗 所以看什么时辰 你就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刻着他就对了 他马上就吓跑了 他也不会再来干扰你 所以你 你发觉不对劲 我打坐 为什么一直 一直出现各种的幻觉 或者是 觉得说 好像 好像旁边有什么东西 一直干扰我 你就开始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精在作怪 那我才不怕你 他就跑了 很灵验的 好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我们叫做 堆替鬼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 会听见好像 有那个蛀虫在啃木头的声音 蛀虫在啃木头的声音 有听过吧 那个声音 或者是 觉得旁边 旁边明明没有人嘛 可是你就听到 讲话就啃啃啃 很小声 啃啃啃讲话的声音 或者是 有时候我们打坐会觉得说 有东西在我们头 里面钻来钻去 或者在我们的脸 钻来钻去 不晓得有没有这种 最好是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如果有这些情况发生的话 觉得自己的头 或者是脸 有东西钻来钻去 刺进来刺出去的 刺进刺出 钻进钻出 钻进钻出 这种感觉 或者是做一做 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抱住了 这个时候就是 堆替鬼来了 那这个堆替鬼到底是 什么样的鬼呢 传说 他是有来头的 最早最早就是在 居纳涵佛的时候 有一位比丘 他就好吃懒做 好吃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很喜欢吃 非食食 那个比丘都有 什么时间不可以吃 那叫非食 可是他都会在非食的时候 偷吃东西 因为贪吃 懂吗 爱吃 好吃 又懒做 又很懒惰 好吃懒做 非常懒惰 懒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居然可以骗人家说 我的芥辣有多高多高 因为反正去服 那个劳逸的 那个杂物的 都是那种 心血比丘 刚刚出家一年两年 那个芥辣没有很高的 都会叫那个 他就说我已经 出家几年 我芥辣很高 所以人家都不敢 叫他去做事情 可是他是用骗的 譬如他今天在这个道场来挂单 他就说我出家多少年 如果没有看界谍也搞不清楚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片话呢 就是 不想 不想工作 不然你说我去年才刚出家 好来来 你帮我这个 扫这个扫那个 然后残堂做什么事 然后厨房又帮什么事 所以他懒惰 就骗人家说他的芥辣很高 因为那个 芥辣少的 要攻进那个芥辣高的 然后什么事情 也都是那个 刚出家的人在做的 所以 这样久了会不会被人家拆穿 会啊 所以他待在一个生团 久了 人家发觉他好吃懒做 他那个接纳都是骗人的 就把他赶出去 赶出那个生团 他一怒之下就发了二事 我发誓以后专门 什么 扰乱 做残人 有谁做残 尤其是那个 他又特别喜欢那个破戒的人 因为他自己算是破戒的 被赶出去的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破戒 他就很喜欢来找我们了 所以没有破戒的也不怕 这个堆替鬼来找 因为他专门喜欢找那个破戒的人 因为持戒他有戒神在 懂吗 他根本没有办法来的 戒神就把你挡掉了 我们说过 你受五戒有 每一戒有五个护法神 你受了五戒 然后你五戒都守得很好 你有二十五位护法神 他能不能靠近你 没有办法的 懂吗 所以持戒亲近的也不用怕 不用害怕 他会来找你 所以他专门是找那个破戒的 而且他发的二事就是说 我以后一定 怎么样 专门去找 那个破戒的 或者是 那个 喜欢坐禅的 这就是 他的 老祖宗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之后 你说现在来的师父都是他 那不一定喔 不一定原来的 他会出现 就是说 之后 也会堕到 这个鬼类当中 就是说 他也是 好吃懒做 这一类的 懂吗 他死后就会堕在 这一类的鬼类当中 那他现在也会来干扰修行人 那怎么办呢 怎么对付他 也是 开骂 苛责 我们一心专注 然后 闭上眼睛 苛责他 我知道 你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 奇之 奇之就是一个鬼的名字 奇象的奇 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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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鬼 鬼他是 为什么会 堕到这一类的鬼呢 就是 他是 因为破戒 才会堕到 这个鬼类 那这一类的鬼 他的名字就叫做奇之 所以现在就 也是一样要 呵斥他 我知道 你的名字 你就是 岩芙提当中 专门食火秀香 偷辣的奇之 偷辣就是偷芥辣 骗人家说你芥辣很高 叫做偷辣 那个辣就是芥辣的辣 又喜欢 偷吃东西 所以就是专门 食火秀香 那个好吃的东西很香 专门喜欢闻那个香味 哪边有香味就往哪里去 然后找到那个食物就偷吃 所以是专门食火 食火就是 因为你煮东西要用火 所以是专门食火 秀香 偷辣的吉之 然后慢慢慢慢地往后退 然后慢慢慢慢地就爬走了 偷偷地爬走了 因为你跟他说我是持戒的人 我不害怕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持戒亲近的人怎么办 哈哈哈哈 没关系 赶快下座送戒本 出家仲就赶快送戒本 再加仲赶快送三规五戒八戒 戒本赶快拿起来送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的鬼神都害怕戒法 所以不只是这种鬼 一切的鬼神都害怕戒法 所以一个持戒亲近的人 那个鬼神不会来干扰你的 放心好了 而且一切鬼神都害怕戒 害怕戒法 所以我们想要 让一些的那个 就是说你觉得有什么干扰 你就送戒本就很安全 他就离开了 好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摩罗 我们刚才讲什么叫摩 就是杀 杀修行人得法身毁名的 功德法财的 我们就叫做摩 那这个摩罗呢 大部分都是 化作种种的境界相 然后来破坏修行人的善心 我们刚才说 破坏你的功德法财 让你没有办法成就功德法财 没有办法成就你的法身毁命 专门来破坏这个的 所以他又要幻化成种种的境界来破坏你 那我把一切的境界把它归纳成三类 就是一切可爱的境界还有恐怖的境界 还有一般的境界把它分成这三类 所以他有时候是 化作种种可爱的五层境界相来 让修行人 心生爱着 你喜欢什么他就化什么 让你心生贪爱 心生贪爱就破坏你的禅定了 他就达到目的了 所以他可能化作你最贪爱的那个对象 或者是父母兄弟啊 或者是你整天想见佛的 他就化成佛的形象出现 还有刚才我们讲 喜欢帅哥美女的 他就化仙城 会让你贪着的帅哥美女 这是以色诚来说 色声香味醋 这个五层境界 他都能幻化出来 让你心生贪着 所以他也可能幻化成 什么很可爱的声音 让你心生贪着 很喜欢的香味 很喜欢的滋味 或者很喜欢的触感 乐瘦 让你产生贪着 或者乐的境界 那他也可能化作 种种可怕的五层境界 然后让修行人心生恐惧 比如说化作什么 你怕老虎的他就化作老虎 怕狮子的就化作狮子 有 怕那个罗刹 什么夜叉的 他就化现种种 很可怕的形象 来惊吓修行人 这是以色诚来说 那他也可能生成 化作恶的声音 或者是臭的气味 或者是恶的滋味 或者是苦的境界 那一般的五层境界像的话 他也能够化作种种的境界 让我们修行人心生动乱 因此失去禅定力 他就是想尽了办法 来破坏我们的那个 道法就对了 让我们没有办法成就 功德法财 没有办法成就 法生会命 所以讲到这个摩罗 其实他的范围很广 我们刚才讲 连那个鬼神都 都归在他这一类当中 所以只要是 化作种种五层境界 来扰乱修行人 让他失去善法 生起烦恼的 我们都称为魔 所以这个魔有很多 他不但破坏我们的佛法 还会让我们修行人 生起各种的烦恼 贪欲啊 忧愁啊 饥渴啊 可爱啊 很可的 可爱 就是 那个欲望 我们那个贪爱 就好像口渴一样 不喝不可以 所以叫做可爱 杯子好像口渴一样 还有睡眠也是一种障碍 或者是恐怖 或者是疑悔 或者是称慧 或者是称慧 或者是利养 名称 或者是贡高我慢等等 反正是会让你心生烦恼的 这个都算是 魔 好 这就是三类的魔 那我们知道 前面两类 我们已经讲说 应该怎么办了 那第三类的魔 魔 我们应该怎么来修止修观 来退魔呢 那修止 我们也可以用修止的方法 来退却一切的魔境界 也可以用观的方法 那只要知道这一切的魔境界 都是虚妄不真实的 不管任何的魔境界现前 我的心不会害怕 不会恐惧 不会执着 不去分别 这样他就拿我没办法 我就心不动 一切的魔境界现前 我的心不动 这个就是修止嘛 那怎么做到心不动 就是你不用忧愁 也不用恐惧 也不用害怕 然后也不去分别 执着 他是什么样的魔境界 因为你一心生执着 他就过不去 他就老是来 他就会一再一再的出现 因为你很害怕 你越害怕他就越来 因为他达到目的了 你越执着 他也越来 所以你就挥不掉 怎么样想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去掉 所以我们就不要恐惧害怕 不要忧虑 不要分别执着 不受到他的影响 这个就是修止 当然修官一定是 官破大 不是真实存在的 一切的魔境界 他是怎么生起的呢 都是我们心事所变现的 使法界都是我们心念所变现的 魔境界当然也没有离开我们当下这一念的心 所以我们反观这一念的心 能见魔境界的这一念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吗 找了半天 我们昨天正观找了半天 也找不到心的存在 可见心没有 既然没有能见魔境界的心 那怎么会有所见的境界呢 有能见才有所见 所见是我们看到的魔境界 要有一个能见的心 那我们现在能见的心找不到 那所见的境界有没有 也不可得啊 没有能见的心 怎么会有所见的境界呢 那既然没有所见的魔境界 那又是谁在被干扰呢 所以没有魔境界也没有被干扰的人 这样魔境界很快就消失了 这就是修观的方法 如果这样修止修观 他还是不走怎么办呢 你就把心安住在正念当中 不起丝毫的恐惧 分析 我怕什么 我怕我受到伤害啊 可是我是什么呢 四大的甲合 五蕴的甲合 四大本空 五蕴 本来不是我 那我怕什么 没有我啊 你怕什么 本来我是 怕我被受伤害 可是我们分析了半天 找不到我的存在 我只看到四大的甲合 五蕴不是我 因为他都是因缘所生嘛 四大都是因缘甲合的 生灭无常的都是无我的 五蕴也是生灭无常 所以也不是我 四大不是我 五蕴不是我 那我 没有我的存在 那到底是谁在害怕呢 实际上是一个内在的恐惧 是怕什么呢 就是怕我被受伤害嘛 那我们现在关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 我们就不会再贪恋爱惜自己的生命 你就不会害怕 关了半天 没有我的真实存在 好 那魔境界是不是真实存在 也不是啊 魔境界的自信也是空的 那你说魔境界 你说那个佛境界是真实存在的吗 也不是 对不起 佛境界的自信也是空的 魔境界的自信空的 佛境界也是不可得 既然自信都是空的 那在自信当中 在空的 在这个空性当中 魔境界和佛境界有没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差别 既然自信都是空的 在这个空性当中 所谓的佛 魔有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啊 因为在自信当中 一切法平等 没有二元对立 你现在来一个魔 用佛来对付这个魔 你的心有二元对立 这个没有见空性 一切法自信都是空的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魔境界也好 是佛境界也好 自信都是空的 所以在这个空境当中 佛魔是平等无二的 那有没有魔 要很害怕的把它退却 或者佛很喜欢的 很贪拙 要不要 要不要取佛境界 然后舍魔境界 有没有需要 佛魔自信都是空的 自信是平等的 所以没有佛要去取卓 也没有魔要舍弃 因为在空性当中 都是平等不二的 所以你只要心安住在 这个空性当中 魔境界自然就消灭了 这是彻底的消灭 因为你不会取 取卓好的 也不会舍弃坏的 好坏都是二元对立 在空性当中 平等不二 没有好坏的差别 因为好坏的自信都是空的 所以我们见到魔境界 也不需要心生忧愁 也不需要心生忧愁 那现在看到魔境界消失 要不要心生喜悦 也没有什么好喜悦的 因为他自信本来是空的 所以不管有没有魔境界 都没有什么好忧愁喜悦的 只要我们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 一切的魔境界自信都是空的 我们就不会心生忧愁 那当这个境界消失 我们也不会心生喜悦 因为他本来空嘛 好 所以实际上呢 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作产 没有分析我不可得嘛 所以有没有一个我在这边打坐呢 这个我不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讲实际上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实际上没有一个我在作产 那有没有那个来干扰我的那个魔呢 魔也不可得 那有没有魔所幻化的种种魔境界呢 也是如虚空洞的花果 也是不可得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也没有一个真实的魔 也没有真实的魔境界 这样应该OK 没事了吧 所以不管什么境界 一定是彻底消灭 那像常常我们会被人家问到说 某某人已经精神不正常 某某又受到很严重的干扰 哪一个人又着魔了 哪个人又心发狂了 都问我们怎么办 好我们现在就说怎么办 如果说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思维了 懂吗 我们刚才说魔境界不可得 什么自信都是空的 疼不疼 因为他没有办法判断 因为他已经心神狂乱了 懂吗 那这时候你没有办法说 你要正观啊 他根本没办法集中精神 因为他受到严重的干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所以说 如果种种魔境界 扰乱修行人 今年累月不去 就是说 他已经疯很久了 他已经不正常很久了 他已经受干扰很久了 他已经着魔很久了 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是头脑还很清楚的话 就可以自己端身 端正 堅保我们的心怎么样 因为正念嘛 正心正念 那个魔战就没有办法干扰 所以我们看可不可以 端正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正念非常坚固 然后刚才分析过了 四大五蕴都不是我啊 所以就不会爱惜自己的生命 也不会心怀忧愁恐惧 先把这个心理建设好 然后干什么呢 读诵大秤经 楞严经啊 微膜经啊 什么心经啊 金刚经都很好 一切经都可以 诵经 第一个方法 诵大秤经典 第二个方法 持咒 楞严咒 大悲咒 看你会怎么咒都OK 当然那个 属于愤怒尊的咒语 可能力量也比较强一点 都可以 第一个是诵经 第二个是持咒 如果你是在打坐的时候被干扰 你就 马上持咒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暂时放下 你发觉被干扰 刚才我们讲的 那种状况发生的话 你就赶快持咒 如果还不放心 你下坐之后 继续持咒 第三个方法 我为什么会有这些境界呢 人家都 一路顺畅 很快就 进入什么禅定啊 然后什么 开发智慧 然后修行好像也很少障碍 那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障碍呢 一定是我过去怎样 不晓得 不晓得对人家怎样 不晓得造了什么样的恶业 所以我要不要忏悔啊 因为我相信因果嘛 我过去如果没有恶业 我今天应该没有障碍才对啊 可是我为什么障碍这么多 尤其是这个魔境界 他为什么魔特别喜欢来找我 诶 可能我过去跟他结过缘 而且是恶缘 不然他干嘛找你 所以可能有一些障碍 是因为过去的恶业 所以我们这时候 最好也是 忏悔 心怀惭愧 然后忏悔 这是第三个方法 我们刚才也有讲 说你功夫好的话 妖魔也会来找 可是如果我们功夫还没有那么好 他也就来找的话 可能是 那个 业力的因素比较多啦 好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 一切的鬼神都怕什么 都怕戒法 所以我们也可以 送一切咒 看你是什么咒 不是 送一切戒 看你曾经受过什么戒 你就拿那个戒本出来送戒 他也一样很快就离开 好 所以这四种方法都可以 你可以送金 你可以持咒 你可以忏悔 你可以送戒 这四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 你 用一段时间 你如果不放心 就四个都做嘛 一定效果加倍 这样子 修一段时间 一切的魔境界 自然就会消灭 一定是有它的功效 光是一个就有效 何况四个都加起来 懂吗 好 所以如果要说到这个魔境界的话 有一句话很重要 好 除了诸法十项以外 全部是魔境界 因为都是让我们迷惑颠倒的嘛 然后什么 破坏我们的法身会命的嘛 破坏我们的功德法财的嘛 所以除了诸法十项 所以除了我们 已经悟到诸法十项 正到诸法十项 如果不是这样 其他的全部都是魔境界 因为都是让我们迷惑颠倒 深烦恼造业轮回 最主要的原因 那些都是魔境界 所以它是广义来说 就是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那个信心很重要 不管你是对三宝有信心 诸佛菩萨有信心 还是对你的上师有信心 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人问到说 我是初学的 凭什么 那个魔不会来找我 因为我是初学的 我没有什么道理 界定或三学也不圆满 才刚刚初学而已 那凭什么 是谁保护我 让我不受到这些干扰呢 那就是 诸佛菩萨的互念 所以我们有三宝的互念 诸佛菩萨的互念 隆天忽法的互念 上师的互念 我们应该很安全 可是就怕你没有信心 懂吗 你没有信心就表示说 你的防护罩 怎么样 很多破洞 所以那些什么鬼啊 神啊魔 就可以从你那个破洞 就进来了 懂吗 是因为你那个信心的王破掉了 所以鬼神魔都能够得其变 很方便就 就进到你的心里面 然后来干扰你 所以信心它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保护层 你对三宝 诸佛菩萨有信心的话 你这个防护罩就是很严密 怎么样 滴水不漏 找不到那个缝隙可以钻进来 所以你光是靠信心就能够成就 很安全的上壘 直观成就 懂吗 所以最后我们是 讲到这个魔境界 我们就强调信心的重要性 光是靠信心 一切的鬼神魔都不得欺骗 都没有办法干扰障碍你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讲完了 那明天我们就讲治病 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病 然后我们怎么样自己能够治 因为你可能在深山里面闭关 不到医生 也可能你在专修也不方便 如果你知道怎么样来调自己 四大五脏的病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 那个鬼神魔的干扰你怎么办 你如果知道的话 就很方便 我们可以自己来治病 那首先要知道病有哪些内容 然后用什么方法来治病 我们用止观来治病 那我们明天就讲这个 还有最后的证果 那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呢 我们就 昨天说要练习那个证观嘛 所以请两位师兄上台来 我们再练习一次 因为可能有初学的 昨天也不是很完全的记住 怎么上座 然后怎么下座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再练习一次 我们明天就不练习 我们明天要练习一种六气治病法 那也是请两位师兄上台来为各位做示范 那明天我们就不打坐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做最后一次练习 好 首先就是暖身运动 来 请各位站起来 两脚打开 与肩膀同宽 好 首先是头部运动 所以我跟昨天一样吗 跟昨天一样 好 这样就不用拍 就拍师傅就好了 因为我们昨天有拍他们两位 可是我没有做动作啊 没有 就拍师傅讲话 哦 讲话 好 就不拍他们两位了 好啊 好啊 如果没有跟昨天一样的话 哦 一样 好 谢谢 好 谢谢 首先是头部运动 上下 三次 然后左右 左看 右看 也是三次 每个动作做三次 好 然后呢 靠左肩膀 头靠左肩膀 然后靠右肩膀 也是做三次 也是做三次 好 旋转 前 右 后 左 前 左 右 后 左 前 右 后 左 然後 回到前面 然后我们反方向 前 左 后 右 前 左 后 右 前 左 后 右 好 左 右 右 前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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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右 和腰 往前彎 然後往右 然後後左 旋轉三次 前 右 後 左 前 右 後 左 旋轉 然後反方向再轉三次 前 左 後 右 前 左 後 右 三次 好 接下來就是 兩腳並籠 我們轉動膝蓋 兩手放在膝蓋上 然後伸直中轉三次 逆直中轉三次 好 然後我們轉動右腳的腳跟 所以腳尖立起來 然後轉動腳跟 順直中轉三次 逆直中轉三次 好 轉完就 甩腳 甩一甩 甩三次 然後我們就換左腳 轉三次 然後反方向轉三次 再甩三次 這樣就可以做下來了 這樣就可以做下來了 好 那做下來首先是盤腿 先把腿盤好 不管你是雙盤單盤還是三盤還是正經為座都可以 先盤腿 然後呢 手結定印 把你的手掌 左手手掌放在右手手掌上 把大拇指輕輕輕地向觸 然後靠身體 盡量靠身體放 放在腳上 背脊 背脊打直 兩個肩膀平直 然後兩個肩膀平直 頭擺正 背脊 手下巴 吐奪氣三口 鼻子吸氣 然後口張開吐氣 觀想全身百脈 阻塞的地方都隨著氣息打開 晦氣也隨著排出 鼻子慢慢地吸氣 吸完之後 張開口 用口吐氣 觀想全身擺麥 阻塞的地方都隨著氣息打開 晦氣也隨著排出來 然後再用鼻子吸氣 開口吐氣 舌頭輕輕挺住善額 眼開三分 好 我們開始修正環 既然妄念不斷 我們現在就觀 能起妄念的心 它是有 還是沒有 如果沒有 就沒有心 那就跟木頭石頭一樣 木頭石頭沒有心 所以不能說 能起妄念的心 它是沒有的 如果說能起妄念的心是有的話 它是屬於過去 未來 還是現在 如果說它是屬於過去 過去已經過去 怎麼會有心呢 如果是屬於未來 未來還沒有來 又怎麼會有心呢 如果是屬於現在 可是我們觀現在念念生命 它不能夠停留 怎麼能說是有呢 因為念頭升起就消失 念念不停留 所以不能夠說它是真實有的 所以從過去 未來 現在 我們都找不到 心 找不到我的心在哪裡 因為不能說它是屬於過去 也不能說它屬於未來 也不能說它屬於現在 因為念念不住 念念不住 不能說它屬於現在 因為念念不住 不能說它屬於現在 不能說它屬於現在 所以我可以說每一個剎那 它就是現在 雖然它馬上就消失 可是每一個剎那的身 我都可以說它是現代心 因為它不斷不斷的升起 所以升起這個剎那 我就可以說是現在心 好 如果是有現在心 那應該看得見 請問它是什麼相貌 它是長 是短 是方的 還是圓的 我們找不到 它的形狀 是長得什麼樣 那你說它是青色的 青色的 黃色的 紅色的 還是白色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形容它的顏色 那你說現在心是在我身體裡面 還是在身體外面 還是在內外的中間 找找看 我全部找完也找不到我現在的心 它是在內在外還是中間 既然說不出它的相貌 所以就不能證明現在心是有的 可是我們觀 它明明就是有聖滅 它是剎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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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是我的心 就是我現在的心 它是剎那剎那很快的生面生面 所以它是刹那刹那生滅生滅 这个就是我的现在的心 如果说那个刹那生滅就是你的现在心 那么这个生滅就是你心的形象 因为你说你的心就是刹那生滅 那个生滅应该就是你心的形象 什么是你的心 就是生滅是你的心 是不是这样子呢 如果说生滅就是你的心 那草木也有生滅啊 难道草木就是你的心吗 一切有生滅的都是你的心吗 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那生滅就不是我的心啊 可是你又说你的心是念念生滅 所以你也不能说生滅不是你的心 所以不管说生滅还是不生滅 我们都找不到你的心在哪里 所以就不能证明你的心是存在的 不管是说生滅就是你的心 还是说生滅不是你的心 就是不生滅的意思 所以不管是生滅还是不生滅 都不能够找到你的心 可是如果你一定还是要说 现在生滅的就是你的心的话 那我就要问你 你说现在生滅的就是你的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问 是过去心滅了 现在心才生 还是过去心不灭 现在心又生了呢 如果是过去心滅了 现在心才生的话 那你就有两个心了 也不对 所以 不论是灭身还是不灭身 就是说不论是过去心灭了 都找不到他的深处 不知道他从哪里生起来的 没有深处就没有灭处 没有生滅 又怎么能够形成心呢 因为你刚刚自己说 念念生滅是我的心 现在我们分析的结论是没有生滅 那刚才说 找不到现在心的深处 就是刚才说 过去心灭了 现在心才生 请问他是从哪里生起的 现在心他是从哪里生起的 他是自生 他生 自他共生 还是自他不共生呢 如果 你说现在心是有的 请问 他是自己生的呢 如果说他是自己生的 他就自己会一直生 不用对境生心 可是一般我们没有对境 不会生心 所以就证明他不是自生 没有办法自己生 出这个现在心 他不是自己生的 那难道是他生的吗 他人生他心 怎么会变成我的心呢 那如果说是自他共生 自他都各有自己的心 不必等到自他合合才生心 他有他的心 我有我的心 所以不能够说自他共生 自他合合才生出我的现在心 这个也不对的 不可能的 那难道是自他不共生吗 就是无因生吗 没有理由 他就生出心来了 你的现在心是无因生吗 虚空中莫名其妙 就生出你的现在心吗 虚空中不可能生出任何的心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是无因生 因为虚空不能生心 既然不是自生 不是他生 不是自他生 不是无因生 不是自他生 就不能证明有现在心 因为我们找不出他的深处 我们找了半天 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观心不可得 不管你用什么分析的方法 不及到最后 都不能够证明心的存在 过去已经过去了 就别说 未来没有来也不说 可是你也没有办法证明 现在心 它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观心不可得 心不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由心所生的一切法呢 也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观心不可得 由心所生的一切法也不可得 既然一切法不是真实存在 你就不会贪着在任何一法上面 因为如实了之 它不是实有的 一切法是不可得的 既然是不可得 你就不可能对它贪着 不可能贪着在任何一法上 你就不会生起任何的念头了 所以这时候妄念自然熄灭 你知道一切法不可得 你就不会取着在任何一法上 在这个上面 自然妄念就能够去除了 妄念熄灭 就能够得镇定 得镇定就可以开发智慧 开发智慧就可以涌断生死 正德涅槃 所以我们在座中 不断不断这样子练习 修习正观就能够明了诸法实相 什么是诸法实相呢 就是空而不空的道理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 自性是空的 这个就是空 虽然自性是空的 但是它还是会随因缘而显现有 这个是不空 这个是不空 所以我们不会落在空边 落在空边 说一切法 必定无 这就落在断灭间 我们也不会落在有边 以为一切法 真实有 永恒存在 这个就落在长边 远离空有两边 就能够契入中道 这就是一切法的真实面貌 就是空而不空的道理 这样就可以正的诸法实相 好 好 我们现在 准备下座了 先放松我们的心念 我们刚才思维分析 那个心念先把它松开 放松心念 开口吐灼气 三次 鼻子慢慢的吸气 开口吐气 观想 气息从百脉 随意流散 就是 观想 全身的气散开 然后我们鼻子再慢慢吸气 再开口吐气 观想全身 气散开 慢慢吸气 慢慢吸气 开口吐气 观想全身 吸气 吸气 散开 慢慢摇动身体 七八次 再开口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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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 然后两脚 放开 然后用两手摩擦 全身的毛孔 从头到脚 好 最后两手摩擦深热之后 放在两个眼皮上 然后把眼睛张开 这样就可以下座了 谢谢两位师兄的示范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 愿意持功德 普及于极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自净土的翻译 阳暗悬流无边际 离遥君声不悠情 众生闻直接欢喜 来自净土的翻译 对描双声不思议 祝佛说发生不息 留步时放悬苗里 来自净土的翻译 胜过凡尘万种云 我爱此被打远离 迷路只归是真理 过过净土的翻译 功德书生说不尽 违缘众生造决心 书生无上妙不停 来自净土的翻译 凡尘流无边际 离遥君声不悠情 众生闻直接欢喜 来自净土的翻译 该描双声不思议 众佛说发生不息 留步时放悬苗里 来自净土的翻译 神过凡尘万种云 迷路来自被打远离 迷路只归是真理 过过净土的翻译 功德书生说不尽 违缘众生造决心 书生无上妙不停 来自净土的翻译 微妙声声不思议 众佛说发生不息 留步时放悬苗里 来自净土的翻译 神过凡尘万种云 迷路来自被打远离 迷路只归是真理 发过净土的翻译 功德书生说不尽 违缘众生造决心 书生无上妙不停 违缘众生造决心 书生无上妙不停 优优优独生 优优独生 优独生 徇拜扰 产尊 adan 到了 感谢观看